聖诞节和随值都过去了 大家又有没有收到节日河卡呢? 虽然现今世代用一通讯息加上广发的功能 就可以取代过往书写邮寄等繁复的过程 但总比不想收到实物那么温暖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的科学家 就制作了一张即使收到但肉眼都未必看到的河卡 还未看得到? 给点耐性先放到这么大终于看到了 这张号称世界最小的河卡长20微米 阔15微米 即是有几大? 2亿张同样大小的卡片铺起来才有一张邮票这么大 要在这么微小的卡片上雕刻 利用的是一种名为聚焦利子速的技术 原理就像水刀将利子加速和聚焦在同一点 从而产生强大的切角力 勾画出幼小的图案 虽然收到它你都未必会觉得开心 但这张卡展示了研究人员 有能力做出精准的微型2D图案 为日后要制作出微型2呎 用来量度材料的微型特征 对半导体和新型电池的研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Live TV记者 曾文庸报导 Live TV记者 曾文庸报导 Live TV记者 曾文庸报导